前几期视频拍摄了农村秋收白玉米,拔芭芭的场景 有小伙伴问,拔下来的玉米皮有什么用呢? 可能大部分小伙伴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烧火 的确可以用来烧火 但在节俭的农村,每一个能用的物件绝对不会浪费 玉米皮还能用来蒸馒头 用来蒸馒头的玉米皮必须是完整且匀称的 用剪刀剪掉丝角,中间大块就可以用来蒸馒头了 熟悉的焦洞大伯伯用玉米皮一蒸就特别有焦洞的味道了 当然,视频里这个是给小猫咪蒸的馒头 焦洞大伯伯通常在逢年过节,再有喜事的时间才会蒸 剪掉的丝角放在外面晾晒 但小猫咪们可不想浪费这柔软的垫子 躺在上面可很有弹簧床的感觉 当然,有的小猫咪自己还会找更合适的地方 譬如,那个二同学 自己找到了一个悠悠床 晾晒半天后就可以用来烧火了 但即使要烧火,猫咪也不会放过 可以说是玉米皮到哪里,猫就到哪里 中间烧火了 我们进行了一个烧火 小猫咪汤的容器 又是玉米皮 4小猫切片 1小猫切片 大茄子 老猫切片 老猫切片 2小猫切片 0小猫切片 2小猫切片 3小猫切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